我告诉你啊 以后做红烧肉 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炖 那就是大错 今天教你一招 做出来的红烧肉 不但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而且越吃越想吃 切好的五花肉放入盐水中浸泡个十分钟 这样泡过的五花肉 不但能泡出里面的血水和粘东西 而且还能使口感变得更软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 麻烦你给我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锅不用放油 倒入五花肉 开小火慢慢的翻炒 把它的牛油炒出来 这才是红烧肉 肥而不腻的关键 多余的油脂不要倒 留着下次可以炒个大白菜 然后加葱姜 一个八角和干辣椒 调味你只需要倒入一包 这种调制好的红烧酱汁 它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因为很多人做红烧肉 它不会炒糖色 做出来的红烧肉 不是发苦这是发黑 它还可以拿来做红烧排骨 红烧猪蹄 其他的任何调料你都不需要放了 将它翻炒均匀后 再倒入一罐啤酒和适量的热水 盖上盖子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然后开大火收汁即可 这样做的红烧肉 肥而不腻 软浪入味 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 你也去做起来吧